给你轻松做笔记和电子书的方法 一个你可以写下当天你听下的一些禁句 然后还有一个你就是可以写下你在听的声音当中 你的一些想法一些点子或者一些你想要立马就可以做到的 接下来我想讲的是如何做一本电子书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个一步是要拿来做什么的 通常我们都是做关于我们的行业 说今天我要人家认识我 我姐姐就是一个可以帮助到孩子们轻松学习的教育顾问 不可能我每天都在讲这个东西对吗 那我可以去想在我这一个教育方面 我还有什么东西是有一些关系的 你看父母孩子老师 你可以去想通常你接触到的这些人会问你什么问题 或者是他们面对了什么痛 就去做一本电子书送给他们帮他们解决问题 好不好 当我们有一个概念我们想做什么电子书的时候 你可以去找一些内容 今天我们不需要关系 如果我们不懂没关系 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叫做帮手 Google一下就会出一些答案了 所以大家可以去找这个微信收缝 今天对方说你想要写一个题 不合在短时间瘦下10公斤 不合让自己的脸变得更年轻 这些题你只需要去摆一下 他会出很多很多的资料给你 去找几篇关系到这个东西的内容 edit这边去combine它 然后用自己的一些句子去更改 它变成是你自己的 这样你都找到这些资料了对吗 那做电子书有两种方法 一个你可以用work 另外一个你可以用microsoft powerpoint ok这两个呢 其实我也不能够讲哪一种比较好了 但是我自己会比较喜欢powerpoint 因为我可以大概想在这一个 ok这一个slide里面 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比方说第一面一定是要主题对吗 有个主题是孩子是父母亲的影子 父母亲是孩子的镜子 所以这个是父母亲的影子 或者如果在这一本电子书 给我教孩子怎样更轻松学习的 五个方法 那你可以在每一个slide呢 都放一个方法 这样子就不会太乱了 如果你把可能两三个point 放在一个这个slide 可能就会让人觉得很紧困 那自己这些也要去adjust ok大小要看得清楚 接下来呢 如果全部都是字 你会累吗 会想读吗 去找一些背景图 那可以去用pinterest的话呢 你可以给自己一个自己的标签 大家呢 一定要把这些发了 或者是这个powerpoint 你学会了吗 请多多关注彩虹姐姐